我不能学习 我不能学习 谢谢 谢谢 你知道这个唱着墨西哥学生情歌 热情开朗的先生是谁吗 他就是赤脚走路二十年的抗癌勇士孙正春 我从小五岁的时候 我就是五、五、六、十三岁的时候开始发病 一直到现在六十三十岁 在这样的五十年间一直都有很多的病发症 一直在病发很多,延伸很多的病出来 民国八十年,百病残生的她 得了她最胖的病,肿瘤 因为我的淋巴肿瘤是长在后面这个地方 有三个半,很硬很大 突然间会很痛 所以那个是很不舒服,无法控制 不知道要怎么办 但是我不晓得,原来是里面还长一个肿瘤 那总理那时候,那一参,那医生告诉我 说下午要去,要来住院 马上要住院,不能拖 那我说呢,就是,马上就是心情非常的绝望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呢,一直想到下午三点呢 还没有想到说要怎么办 结果我就没有去住院 所以我在想说,就快要死了 因为绝对是没有希望 因为前面这些,像我的心跳都一百多下 我总共十六个问题都是,非常非常像血糖也高 然后社户线的问题 然后这个烈殿的成绩的问题 所以想到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 就一直在那里很迷惑,很绝望 在百般无奈的绝望中 孙政村突然有了一个到现在还无法理解的奇遇 突然间有个声音说,何不走路去上班 那么这个声音叫我说,何不走路去上班 一直在跟我这样讲 那我不想要,因为我最讨厌走路 以前我一走路就很累,很没有耐心 不想走 那么这个声音一直在告诉我 我就说好吧,那明天我就去走路 结果我用菜来说,明天给我载到三角下 那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走 因为走不动 因为人很虚,都一直冒冷汗 没有办法走 所以我很早,早上五点就 那我太太,就是到了三角落 然后走了一下子,就没有三分钟 就喘了呀 就一直要坐下来休息 然后这样子,就一直休息 想走又冒冷汗 就走没有几步又冒冷汗,很喘 所以到了要上班的时间 我才来到那个办公室 这样连续好几天 但是那个声音还是告诉我 何不走路去上班 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勉强可以走一段路,几百公尺 然后再经过了几天以后 勉强都是满身的大汗 那后来是冷汗以后有热汗 就一直走到我们那里有一个延寺牧场 那个养牛的牧场,休闲的 走到那个地方,我就 诶,能不能从三角下走到这个山 快要到山顶 那我就跟他讲明天就不用再载我到三角下 从那个以后 我连续一直到今天 走路从来没有经过 经过一百天的走路上班后 孙政春因为常常鼻塞 再度去看医生 当医生打开病例却惊讶地说 诶,你怎么没来 我就跟他讲我吃的很清淡 運动量很大 来来来来,我再跟你检查 我心里那个时候非常胖 蔓延到什么程度 医生要再帮我检查 因为我那个时候60 本来62.5公斤 到那一天再去看医生 剩下53公斤 人家都说 哇,你怎么最近瘦怎么症 都问我太太是不是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状病 我都不敢讲 我太太也不晓得 但是我在 不知道第几天的晚上 我是遗书全部都解好了 因为我想到说 我是不可能活 那个声音追住我 我也是 嘟住我去 我不走路去上班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就漏漏的就这样走 要坚持的这样走 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 很慎重的问他 孙政村是你吗? 很严肃的问我 我手术啊 你就叫我 下午3点来手术嘛 准备手术的 腫妆的手续这样子 两个月以后再给我检查 也没有说好或者坏什么 我也不敢问 因为我怕听到说 漫延到什么程度 反正我就是走路 走一百天已经很有角力 已经已经很 那个冒冷汗的现象就没有了 走路就热汗 一直体重 它自然就浅了 这个淋巴种疑在后面 什么时候消掉我都不知道 但是呢 那个里面的腫瘤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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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的那个 在里面的 结果 医生也没有告诉我 有没有 他说两个月有检查 后来我去三次 第三次 医师告诉我说 这样啦 你不用再来检查 我也不敢问 就这样一直到今天 孙政村得肿瘤前 他最喜欢吃低咖口 但是生病后 让他饮食起得非常大的转变 有变来很爱吃 鱼鱼肉 鱼肉 鱼肉 还要吃白饭 像我去专业做人 我 饭都很爱吃人 三变当时 吃鱼肉 糕的两片 我只要吃白饭和鱼肉 但是从那个 检查出肿瘤 要命的时候 第二天开始 我奇怪 我就说 马上改成吃青菜跟鱼肉 我反正每天就走路 每天的饮食调理 我就是吃鱼肉 还有自己种的蔬菜 没有污染的 所以到现在 我就这么过晚 我也不晓得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那以前的十多种病 像我这个 射腹腺尿 射腹腺尿 射腹腺尿不出来 这些 也解决了 不是说好 就是尿得很顺 内治 外治 胃炎 手指肠 有很多的问题 还有尿素 但偏高 血糖的 腫肿 血糖现在还是很高 但是基本上很稳定 孙政春提到自己第18种病报道 他还在努力的奋斗中 前年又检查到肺阻塞 我现在这三年在努力的就是 克服第18种病 就是左肺的 就是阻塞性肺病变 是左边的 这个我现在 一直配合医生的治疗 然后我的运动 也有几种方式来配合 是这样子 让药量可以慢慢的 这个减少 病情可以稳定 每天过着 能够过 我现在是每天可以过 我就觉得今天是成功的一天 所以我这样子每天每天每天 很快又一年过 一年一年就这样过 孙政春提到自己种菜 吃菜的经验 我是 其实我不用种菜 因为我是学森林 还有植物我也是 森林里面的植物 我也懂一些 那么每一种植物含有的成分 我大概也了解一些 所以哪一种植物可以吃 我知道 我以前牙齿好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年轻嘛 才43岁就得了这个 最绝望的病 那那个时候牙齿好 所以植物 我山上的植物 根本不用 不用种 我就可以采来吃 孙政春提到了自己 饮食调理的独家秘方时说 嫩的菜就可以直接吃 那么比较组造的 不管你树叶啊 或者是老的叶子 就打果汁 打菜类叶子 来喝 还有果汁 我还是一样吃鱼肉 其实所有的经典都非常好 我什么样的教宗教 我就觉得非常好 因为你看经典就知道 不过我比较崇拜的是自然家 就是崇拜炸自然 顺利自然 这个是我比较习惯 而也是比较喜欢的 那现在来讲 我每天的生活 基本上就只有三个字 所以洞、律、男 是我比较成价的 一个生活基点的三个重点